乔喀的软质金控颗粒土调价了 现在的活动力度呢是21块8了 乔喀的老朋友们还有不知道的吗 这款土呢是我接触最早的一款软质颗粒土了 也是用的最久的 我第一次买它呢是在2023年的3月19号 我翻了视频很早吧 去年的时候大家反映乔喀的粉末可能会比较多 后来改良之后呢从人工的鼓风机变成了机器的 过筛除尘这一方面呢都改善了很多 但懂的小伙伴呢其实都可以理解 软质颗粒呢因为它质地比较软 所以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它摩擦也会产生一定的粉尘 总之合理的范围内吧 这个粉尘呢其实对多肉的生长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我推荐的软质颗粒土呢只有两款 基本都是选了性价比高又好用的 如果你们问我哪一款更好一点啊 其实都很好的 但对于用途的选择上呢 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 那如果你用一款土用的时间比较久 养出的多肉状态呢又很理想 那你就不需要去换土 不用去追求某一个品牌 那如果你们之前没有用过软质颗粒土呢 那乔喀这次的活动21.8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这一包呢是2缸4的颗粒 实际的大小尺寸呢你们看 它是比较偏小的 适合5左右的拇质盘 然后如果你们有来养翻杏颗的 这个小尺寸的呢也可以中翻杏 非常的合适 对上等量的泥碳土就可以了 对比一下颗粒的大小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21.8非常值